第二的三题 移物体在直线上一开始向东运动 以向东为正 其速度V对时间T的关系如右图所示 整个运动过程总共经历了8秒 试回答23到24题 第二的三题问 车子在第6秒到第8秒期间的运动情形为下列何者 我们知道题目上说以向东为正 而我们6秒的时候的速度是负的 表示向C 然后他负的会越来越少 最后到第8秒变成0静止了 所以表示他向C运动越来越慢 第二十三题问我们 车子在第6秒到第1秒期间的运动情形为下列何者 我们答案选的是B 向C越来越慢